继续吧 接着我们就讲了这个frame tool 它还有一个slice slice有点像我们之前的写网页 把图和照片割开 它export就会变成一张一张 割开了,那我们不会讲这个 我们主要讲一讲 一些basic drawing tool 例如retangles 我就放大一点这个画面 不可以按错 shortcut sorry,我当了它是AI 按着control或者command 滑它就是放大幅小的 那如果你要panning 譬如mac的话 纯粹是滑那个magic mouse 的面就行了 好吗? 如果 我放大多一点就好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那就看一看,如果你譬如画个retangles 你画完它会自动转回箭嘴的 那我就放了在那个 iPhone 8 Plus那里 那之前画了一个 这个多余这个,扔掉它 就这样按delete 那这个呢,你可以看到 可以XY 调阔高,lock它 这个constraint不讲了 那Layer 可以半透明,一模一样 Fill就很有趣的 你可以用它这个default的Fill 那你以后呢 改色啦 甚至这里呢,你都可以 把色选一些不同的mode 的,譬如multipy都可以的 那记住了,现在这个呢 是pass through的,就是Layer 这个Layer呢,就是用pass through 我的颜色呢 就做multipy的 那所以它是很大弹性的,就是很好 半透明都可以的 那我们之前玩开的那些呢,其实很多都有的 譬如呢,你喜欢用Library的颜色都可以的哦 那它有一些,你设定好了的Library的颜色 譬如我用橙色那样 那线条这些都是,按加好呢 就是加你自己想要的线条啦 按这个呢,就是选Preset的,明不明啊 那它还有给你搞下这,搞下路 那那我条线条啦,那很粗 那我自己搞,这些就是 很简单啊 那,confirm了 那还有一些Effects Effects,我都按加好了 那有Drop Shadow,Inner Shadow 那些,那个Background Burr 它也有的哦 Background Burr 那你就呢,Background Burr 就,呃... 你就... 譬如这一件啦,好吗 那我就... 放它在Green 这个啦,好吗 那这个呢,就可以 Add Background Burr 你看到它马上会化了 要改数值呢,就是按这个太阳 譬如我想化10的 那呢,逢陈答到些什么呢 就是10的啦 那这个呢 这个Background Burr 放在底下,这样看清楚一点 那其他那些呢,我想你按下按下就可以了 这个Export也是 如果这些东西呢,打算Export Assets 那个呢 就按这个 那你差不多呢,好多东西都是跟XD一样 所以我今天呢,就不会讲太多了 明不明啊,那基本呢 Fill啊,Stroke啊,那些 或者Stroke Align Inside 在Center啊,还是Outside 这些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不过呢,一会有一些它的好的地方呢 那我都会... 就是讲一讲的 等你呢,分到的 那第一样东西呢,就是呢 画东西除了有Fill啊,Stroke啊那些东西之外呢 其实,还有有圆角的 那按了四点就可以了 那这几个圆角都很有趣的 平时它不展示的 它才展示出来的 你按着Option或者Alternate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单边角的 好像我这里那样 明白啦,那这些很简单的 打算也可以的 自己四个角自己打算 那但是呢 它呢 它呢 就 就是 有多些东西选的 那 不要理这个先啦 那我们呢 试其他样子啦 那 那试不讲啦 因为太容易啦 那箭咀呢 都 都 就是经常用的啦 那箭头箭尾啊那些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加的啦 这个行不行啊 那箭咀 这个呢 那如果你粗多一点 就会看得多一点的箭咀啦 是吧 那 那 和可以 就是有些款式选一下 那 那 亦都呢 呃 做完就登了它啦 那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 圆圈啦 但是它圆圈很有趣的 按着Shift的 它要 圆圈呢 它就不是圆圈来的 其实呢 它的圆圈可以变成一个压也可以的 好似这里的 看得到啊 那这个压呢 就是按这个边呢 来到control 按这个边呢 就是control它的starting point在哪的 做食鬼的样子都可以的 哇 最劲的地方不是这样的 就是呢 它可以做个donut的 你也可以这个盒回来 变成个donut 看得到啊 那 这里 粘回来就可以了 那很好用啊 很方便 那你改色呢 那自己选一下那些色呢 那又咬好了啦 对吧 那圆圈啦 那 那 polygon呢 都很好用啊 就是按下Shift 它也是这两点的 那你按这个呢 就是教圆角啦 那你按这个呢 就加多些的 的 polygon 是吧 多到变圆形都可以 那譬如六角形 那这些 那还有一些呢 譬如星星呢 都做得很好啊 那 星星呢 那 你看到它画的东西 很純 很实在 就是 挺好的 真的 那也都是呢 可以教圆角啦 一顆星星啊 圆呢 它就两边一起圆的啦 就没得选的啦 那这里呢 就教多几粒 还是教少几粒的 是吧 那这里呢 就是教它的那个幅度啦 幅度大小啦 那不过我的圆角要高一点啦 那你才能看到啦 那这个也是啦 自己 玩一下玩一下 你就会 就是 晓了啦 那就 好paste image 都讲一下啦 哎 不是按space 就这样看就可以了 那paste image呢 它很有趣的 那它就会弹个表 问你拿照的 那我就未有照 我就随便夾一张desktop照啦 那我夾了之后 放在desktop啦 那我随便改个名啦 这个desktop 那就是choose 那你choose 那你可以把照片 paste入去一个object那里的 你又可以把照片呢 paste到一个新的位置那里都可以的 paste到一个新的位置都可以的 那你又paste到一个新的位置都可以的 甚至呢 你在一个desktop 拉一张照片进来都可以的 看不见到啊 我刚才在desktop那里拉一张照片进来的 那这个不说啦 这个好像个mass 但是这个呢 就要讲一讲啦 如果你default呢 入了一张照片进来的话 你发觉呢 你拉的时候呢 你是同在experience design 拉个框 然后drag一张照片进来呢 的concept一样的 但是它永远都有这个 这样的框在里的 很方便的 它不会像xd那样 double click会掉了 或者你就这样拉一张照片 不放在框呢 它又不懂得responsive 那它不会的 那但是呢 你就说了 咦是否只有这款呢 那不是的哦 它就有点像xcode的哦 那看看我做什么了 这个框 如果照片是大过它的时候 它会按比例fit 就是crop走了多余的位 那所以呢 我向下按的时候 它就会crop顶底 向左右按的时候 crop左右 永远上下分钟 如果你要改的话 圆角这些一样的 不用说了 double click 它呢 就有一个imageedit的panel出来的 这一道呢 它都可以给你选择一些东西 转回做solid 我再用image 不要改了 但是image 有很多种方法 来做alignment 举个例子 是用fit的方法 fit的方法呢 意思就是说 那张照片 永远是在你这个框的里面 看到了全部的 不会crop走的 这个方法是不会crop走的 看到吗 最好就是摆什么呢 就是摆公司logo 不会crop走的 这个feel呢 就最好做background image 或者入一张照片的 分不分到 那这个就是fit 那它还有一个叫crop的 那crop 其实crop小而已 很简单而已 但我就想说呢 它有一个叫tile tile就真的很正 就是我了 那呢 縮小小小的画面看了 tile的意思呢 就有些像是做pattern 那样的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移动它的 你也可以在上面这里打数 都可以 移动它是视角化一点 是吧 那然后呢 我放大给你看 那你就见到 什么叫tile呢 就是做那些 网页的pattern 是吧 很方便 这个 那还有你可以rotate那张照片的 那如果你呢 清晰的话呢 你都见到它最厉害的 就是呢 它还可以呢 入到来之后呢 tune色的 那它不是真的tune的 就是它 它是暂时性帮你改色的 你可以随时呢 翻转头的 改回这些数值的 甚至这里呢 只是那张image呢 也可以呢 教那些不同的mode 只是张照片 不是那个layer的 那你做完呢 就要counter了它了 那见不见到 那么就darken了它呢 你见到包进来的色 就会自动变的了 那但是呢 这个layer是没有改的 这个layer呢 你又可以把它转multipy的 那就是based on darken 再multipy 那就弹性很大 我觉得这个platform 真的很好用的 那讲了一些的 basic的一些drawing呢 和一些东西呢 那我们待会呢 又再讲一下 少少一些 就是那些叫什么 protype啊 或者一些其他东西 那我们就 要七七八八的了 就开始给你自己体验的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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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